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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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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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偏偏没有重复的话 你就有牌子 所以这样搞法就不是很大事 所以一定要相关齐下就是你的心思 神会欣赏的 神会欣赏的 神会欣赏你这心思就是你找到自己帮忙的崗位 而不是说在这里 招在手上 你也不给崗位 我不做了 这些是你的站位 教会的站位 领袖的站位 你回了社会这么多年 你都不做 那搞法呢 人家做了 你变了人家的阻力 人家当你是雅灵 要肩负你 被提的时候他得到更多奖赏 因为你是雅灵 但问题是你因为雅灵 即是被提的时候 哥哥向上就向下 这是很大的事 所以在过程当中 既然你知道现在 你有这个有利的条件 有利的条件就是 每一个接触石岸的人 其实是神安派的 但在过程当中 你现在就要进入另一个有利的条件 就是你使到这个条件有利 就是如何接触石岸的时候 能够让石岸的很多层次方面去帮你 因为记住 因为别人帮你的时候 是一个interact 即是一个互为的关系 所以当别人帮你的时候 你也认识了别人 也会因为这样而观察到这间教会需要的帮助 需要的支持 你就在那里去支持和帮助 而石岸在我们教会当中 基本上回来石岸在我们当中 如果不断的话 你甚至可以上升call 可以真的在里面得到帮助 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见证 不明可以在那里问 可以参与很多的合作活动 可以参与很多的合作活动 所以很全面 如果你掌进得快 这个系统设计出来 就是每亿的顶子梅 想掌进可以上进得很快 但相对也不会浪费资源 因为当他掌进得快 他也会在这个合作 成为一个主力的助力 无论他的见证 或者是他的参与 他也会成为主力的助力 我们尽量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尽量在科技 或者人力物力的可行之下 尽量能够栽培更多的人 这个就是石岸设计的系统 所以变成了 你越寻找帮助 就是以正确方式寻找帮助 不是成为死钱烂打 拖累人的方法 那些人家怎么找你帮忙 发觉找你帮忙 随时都搞过一件事 但问题是 在一个真的 懂得深思熟虑的掌进之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主动寻求帮助之下 所以变于你是很内向的人 真的要改的 你主动寻求帮助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看到很多你能够参与的崗位 当然 你愿意付出的话 这个崗位很多 多到你懂得去投入 这个社区的话 你会找到的 多到你可以用你所有的时间 你甚至是一个全职 我已经是家庭主婦 又不需要找工作 你都可以全时间投入 正在你想想 你进入科林 或者甚至拥有了科林 一个篇图的话 你根本在日报已经可以留言 在栽在 你已经可以写你的感言 你可以在科林里面 写关于主日的感言 只是你的感言 你就会知道 导致你的掌进 你已经开始第一步掌进 就是你的表达 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方式 速度 你对真理的认同和共鸣 和你对真理的组合和执行 并且消化与表达 全部与时并进 就是我说的 你写三十篇这些感言之后 你就已经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来的 我再问多次 这是什么来的 这些就是在外面的教会 你翻了五十年 都没有办法发展的属灵因子 这些就是你在天上表达的机能 会出现 你会发现是很超前的 很多的思维方式 以前你一直都没有发展 就是因为听主日的讯息 或者栽在 你听多几次 然后才写感言的话 你会发展在三十天之内 的弟兄姊妹 是人家半个世纪都不用指望 亡尘莫及的思维 长进就会在这三十天里面出现 明白吗 所以你们看 外面的教会 在外面 他听了栽在 他怎样留感言 根本都没有个户口 他怎样在主日留感言 留了感言之后 别人又不可以看了感言 跟他分享 教会 明白吗 所以就差那么远 所以在我们当中设计了很多东西 就算给到多 你只留感言 你的增益 都已经是外面 回到教会半个世纪 你不用指望 三十天 总之照着石安教会 所带领给你的一些做法 你会发觉 你开头可能写几十个字 感谢主意 几十个字 但你肯定 没有多久 你会发觉几百个字 都表达不到你想表达的东西 你见不见 这个就是有生之年 从来没想过的进步 这些进步 你记得不是你的才能 千亿没有骄傲 我真的有天分 看我多荣耀 不是 那是你发展了一个印词 这个印词就是你懂得在属地上 表达了属灵各样的学习 并且还要吸收得快的话 这个也将会永恒变成你天上的机能 发展它 明明 在未能够可以因此运作 赶鬼 医治之前 开始发展这些 这个就是我说的 就算 可能你根本现在信了主 回到教会十年 二十年 你从来都不想主意 是敢言的 从来都不舍灾在敢言的 那你就要改 因为你上到天上 可能你整个永生都不会表达自己的 你在天上是自闭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就是我所说的 那个差距很远的 但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全面发展你所有的属灵才能呢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时候的了 即是跟基那些 我发展了好高无远的所有才能 那真是恭喜你了 不是的 如果你只是发展好高无远的才能 麻烦你发展一些基础的 做一些很重要的 每一样的才能都要全面发展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发展 将来你会后悔 你千万不要现在胜 因为为什么呢 发不发展是在乎你 不过呢 石安是有给你机会去做 而每一样做 你都会看到那个长进 神都会介入 超自然去改变你的思维 改变你的意义 改变你的表达力 改变你自己的思想当中 神跟你沟通的方式 教你去understand 去明白一些东西 就算我们的理解力 都可以在超前当中掌进 我相信很多帝王 尤其是写感言 他绝对百分之百觉得 原来你的理解力 是可以超前掌进的 这个将会成为 永恒里面你天上的才能 所以全部这些不要放过 石安能够给你一些 无论是基本的 或者是大型的参与 马帝方第6章第19至21节 不如为自己積赞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 能受坏也有财 挖掘孔来偷 只要積赞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有虫子咬 不能受坏也没有财 挖掘孔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缘尽揭示神形象 机构将心弦一生也摆上 要散发光辉明亮 演好数学见证分享 成心弦恶思终 上下发你智慧的法咒 最吊构一万组思想 在世把握光荣 愿是黑张观光已朝宣揚 成就了你未已愿能保障 全活地上但愿更为神现象 永逝完 永逝完